他们正经历着病痛的折磨 帮不上什么 就是要给父亲减少一点痛苦 我都不该哭 你怕我着急 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名医 通往健康的路上 我们携手同行 健康之路走基层特别节目 敬请关注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 周末的专家会诊时间 我是姬玉华 这周我们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专家团队 请到了内蒙古赤峰市人民医院 为这里的百姓进行专业的会诊 先来认识一下 今天我为大家请到的权威专家 沈林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未尝学组副主任委员 张晓鹏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影像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蔡永副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主任医师 北京放疗协会委员 黎子宇副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胃肠道肿瘤的诊断和治疗 好 让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患者 郭女士51岁 常言胃部不适 胃胀反酸 两年内体重下降约20斤 但是她是想把这个吸入做掉她 怕以后发生癌变 胃部熟患 一开始头三年有点胃胀 胃胀就得要有点没得要吃 能就好了 后来待不长时间 有时候饮食不规律 就吃点什么水果 吃点那些不好消化的东西 就感觉就很瘦心 不如做自肥胃肿瘤 1020做的 就是那个 为同学水肿 前半熟患员说没啥事 开了药吃了又好了 后来接着一段时间 有时候心情不好了 有时候就又有什么了 那大姐这一次咱们请到 北京最权威的专家 你想向他们了解什么问题 我先问一下专家 这胃肌肉又是 如果就是癌变肌肌 就有多大量 还是担心 肌肉会不会癌变 余瑞淼医生是郭大姐的主治医生 针对他的治疗 这一方面有哪些想向专家请教的 我想跟专家了解一下 现在咱们那个胃肌肉的手术指症 很明确的手术指症是什么 该不该做 好 针对这一方面 我们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了解 进入到专家问这时间 你这三年里面主要是感觉怎么不好 就是一要饿了去 就和农村 像我们说 吃了饭烧心 还是没吃饭的时候烧心 没吃饭的时候 一开始就像胃胀 吃点东西得有点买点药 一开始开始吃树干和鱼碗 说瘦心了 买点奥本拉臭啊 就是你累你腿腿的之类的 吃完饭过了十五六分钟 就清苦这块有点堵的 往上反的厉害 那你看过医生吗 那一开始没有 都是自己到药店里去买点药吃 您家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亲人啊 就是得过类似的这样的病 胃病啊 肠胀的疾病啊 没有 你的长辈里面 我长辈就是我母亲那天 就是吃辣椒了 吃酥的话 没有你肠胀的这个病 没有 还有就是问一下余太夫 他入院以后查过呢 HP吗 在院前查过余太夫 探视自呼吸实验 结果养性 还有就是说患者查体的时候 有没有那种相对比较典型的一些色素斑呢 那些没有发现 这个色素斑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他说是怀疑有微吸入病的话 因为在我们临床啊 往往是有一些综合征是为肠道吸入医血 都有的 有一类病就叫黑白吸入病 合并这黑斑 就皮肤的一些色素沉着 合并胃肠道的吸入 所以说他可能需要在这方面体检的时候注意一下 就常规的排查一下 就往往有一些有家族史的一些胃肠道的吸入病 可能他的胃上有吸入 他其他地方还有其他的表现 躺下跟站着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有 要睡一觉醒觉就会舒服了 睡一觉舒服了 然后呢这个睡觉过程中不反吗 反不反 不反了 不反啊 睡觉过程中没有你 没有 有经常的出汗一阵突然热 有那种感觉 有那种感觉 那个郭大姐今年51岁 对 所以说要关注 这个年龄的女性 有时候她正好是公年期的期间 所以这样了解 另外呢就是你睡眠好吗 睡眠还行 睡眠还行 怕冷不怕冷 体重减轻了就怕冷了 最近体重下降吗 下降有差不多二年了 两年内下降有多少 二十多斤 这个瘦有可能会说明什么问题 瘦嘛有一种是疾病的状态 就气质性疾病 有一种呢是精神状态 如果你处在一种焦虑 这种内分泌的功能不稳定的状态 老是觉得自己可能得了什么严重的疾病 他会消瘦的 这是一种功能的状态 功能跟气质是一定要分开的 有没有什么因为什么原因 引起你精神情绪方面 变化比较大的原因有没有 有 那就是我妹妹做个手术住院了 他就是做的有点危险似的 我给他赔床来 好像吃病食 然后不归于心情不好 我想问问主管医生 你们了解到他有没有其他的病食 以前在外院他诊断过压甲炎 压疾性压临床 那最近有没有在复查这方面的指标 因为他这是在我们临床肠股检查之后告诉我的 所以这方面相关检查没有在复查 那个游离的T3 这支检查都做过吗 他来的时间比较短 还没有机会 还没有 那你从临床上有没有发现他一些假检的一些症状 或者假抗的一些症状有没有 有些类似假抗的症状 鼠蟹 西荒 西女科 有吗 就是除了消瘦以外 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没发现 要看一看一些危静的检查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检查 在这个四个图上 大家第一眼就看到 这两个图上面有两个 都能看到有一个吸肉 而且这个吸肉它隆起的很明显 这种类型一般来讲 都是考虑它是两性的 部位这是个胃体的大弯策 里面你看这黑的实际上是 它分泌的粘液 胃里面粘液 它整个的胃痘的粘膜都是很光整的 只能看到一些小的这种冲血的斑 这冲血斑跟它慢伸胃源有关系 像这些部位呢 就看它的粘膜的走向都还是比较好的 另外这个吸肉的周边粘膜也都基本上是正常的 好 看看没有其他的检查报告 这个呼气试验是一种检测 幽门罗杆菌的一个很灵敏的方法 它这个检测是一样的 为什么好多胃病都一定要检查这个幽门罗杆菌呢 因为幽门罗杆菌感染的病人 跟它胃癌发生的几率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它有慢性的胃病 特别是一些癌前的疾病 像萎缩性胃炎 肠上肌化身 或者是不点击增生 或者是一些特殊类型的吸肉 在合并有幽门罗杆菌感染的话 它发生胃癌的几率比正常人要高一些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危险因素 对 它不是一个必然 不是说它阳性我就会得肿肉 它不是一个必然的关系 还有这个叫碳14呼气试验 现在还有碳13呼气试验 这个是一种同类素标记的 我们大家就知道有一种很简单的吹口气 让病人带点水 空腹 这是一个非常简洁 便利灵敏的一个检测手段 我们把时间留给专家 进入到专家会诊时间 这病人主速比较多 但是阳性的检查的一些体征比较少 主要的呢 他可能还是比较纠结的 就是他胃里面有一个这个吸肉 从目前的内境下所看 应该这个吸肉跟他所有的这些症状 都是没有什么关系 胃的腺没有吸肉 以前的这个标准的手术指责 大小指径两个公分以上 就没有地的没有瓣了这周 还有就是观察一年两年这个线流长得很快了 另外就是说有恶性的真相 假如说活节的病理 其实他又增生不良 或者怀疑恶变 或者已经恶变了 但说现在这种治疗 往往像这种大小的两个公分以下的 可能不需要做手术 内境下治疗是完全可以的 至于说会不会有结肠气肉呢 估计可能性不大 如果实在不放心 可以再查一查 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 他的治疗可能要多个科室来帮他来解决一下 包括一些内风蜜的干预啊 心理的干预啊 这样的话可能会解决他这个焦虑问题 今年二月份做过一次胃镜 胃镜当初报的这个胃炎没有 我觉得即使这次做手术期了 以后在随访过程中 可能还要定期再做检查 另外一个 它这个油门禄肝脊是要控制的 因为可能胃吸肉的患者 40%的是合并这个油门禄肝脊感染的 所以油门禄肝脊治疗也是要更少 病人是两性是恶性的 是不是会不会有变 心理就有底了 现在咱们老百姓都有这样的危机意识 担心自己的病变会不会进一步的恶化 那郭大姐也有这样的担心 那我们听听专家的会诊意见 您目前胃上 你说担忧的主要问题 胃上这个吸肉 应该是第一的肯定是良性的 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的内镜下的治疗就可以 这都是一段会详细解释 但是在于您现在的一些表现 可能它不一定都是胃上的吸肉导致的 比如说你腹部的不舒服 跟消化相关的一些症状 这可能跟您的肺炎 或者是潜在的甲肠腺炎 都有一定的关系 另外可能跟您更年期的情绪变化有关系 所以说可能需要一个相对细致的内科治疗 可能到时候还要介入一些药物的治疗 包括抗美炎的药物 包括胃联膜的 或者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咨询 因为你可能本身很多症状 跟这个吸肉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 是不是根据我的胃炎 是啥情况能长吸肉 在临床上的吸肉分两类 一个是炎性吸肉 一个是肿瘤性的吸肉 您这个啊 刚才我们沈老师看了您的未经的片子了 考虑您这个还像个腺瘤样的吸肉 腺瘤样的吸肉 其实是属于肿瘤性的吸肉 就是腺瘤样的腺瘤 这个吸肉的发生率很低 往往大部分情况都是跟这个炎症刺激的关系 大部分都是一种炎性的改变 炎症 炎症并不可怕 跟肿瘤没有任何关系 这时候在您的临床检测当中也发现了 这个油门罗干菌是阳性的 油门罗干菌是一种细菌 它跟肺炎往往是息息相关的 在您下部治疗当中 针对这个油门罗干菌的治疗也很重要 通过药物把它根除掉 这样你再发生肺炎的概率就会降低了 对 给饮食方面是什么 预防 尽量的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里面包括饮食 包括你的心态 包括常规的一些锻炼身体 都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三餐的定时定量 饮食方面不要暴饮暴食 避免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 这种方面的要求不仅是对你 对大家都是一样的 听了专家的讲解之后 我觉得我们已经安排了今天下午 给他做一个胃静下的电铃电切术 胃静下电铃电切 对 这个是什么意思 比较简单的给我们说一下 就是通过胃静 把这个吸入定了胃以后 然后就通过内静下 用一种器械嘛 说得通俗一点 可以把这个吸入烧掉 直接烧掉 就像跟做胃静是一样的吗 对过程啊 对病人来说是跟做胃静一样了 它不会有太特殊的感觉了 病人们不要有面对手术的那种焦虑了 因为你这个不需要做手术 我们地区胃脐肉发病率比较高 我们想把这个脐肉电铃电切术的指证严格掌握一下 像这个病例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在你这个做电铃或电切的话 都是非常容易的 还有一些呢 就是这种扁平形的吸肉 它的面积可能会大一点 但是这个做起来也没有问题 现在不单纯是良性的了 就包括恶性的 如果你的侵犯的这个 就是这个都局限在粘膜内的话 都可以用电铃电切 但是如果说它一旦侵犯到粘膜下 也就是说你这个电铃电切切不掉的时候 那个是不能用的 你不能扩大切除 所以说我们临床在用的时候 要一定是严格掌握适应症 说只有一个是良性肿瘤 面积一般来讲不超过 现在大概放大到不超过三公分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早期的肿瘤 它的面积一般来讲不超过两公分 而且是一定要是粘膜内的 这个指针是一定要掌握的 不可能超过这样的一个范围 沈教授刚才咱们通过那个胃镜 看到现在郭大姐的那个吸肉 五到一公分 那适不适合切呀 它很适合切 而且非常好切 有很简单的 他们用个圈一套一拉就电 一通电马上就下来了 有的都在门诊做 就你那个吸肉 就吸肉相当于长在我们这个表皮上 一个小猴子 你明白吗 只不过在胃里头你看不见 我们通过那个胃镜看到了 在表面上你把这个猴子切掉 你还说哎呀大夫 我这个猴子会不会恶变 跟那个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把这些问题去了 咱们这个年龄 当你听到这个年龄 就是一个内分泌改变的时候 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舒服 过了这两年你会越来越好 那现在郭大姐这种情况 手术完之后还需要再进一步 做场景检查吗 目前看来不需要 这个病人有一个特点 他前两次检查 没有看到吸肉 这次是新出来的 所以估计呢这种可能性很小 它不会像是一个整个小回头吸肉病 估计还是单发的 那吸肉的长得那个什么啊 没有癌病的可能 所担心的事呢就没有了 这根本就差一尽多 心情特别太高兴 两个心了把这一切包裹 以后只有全都放下了 觉得心爱真心是癌病 心情不仅这个病例多大 现在终于小小弄一个手术 几分钟就可以坐下去了 太在这手了 因为这第一次又专业不指导 我进行这个病 把你吓回来 我觉得这次机会非常难得 一是从我个人业务上 能给我很高很大的提高 二一个是对我们当地的患者 在治疗上有个正确的指导 尹先生五十九岁 半个月体重下降时筋 明确诊断晚期胃癌 因为患者住院 由弟弟代替参加会诊 这个方案这块或者是从治疗效果这块 以及治疗之后 说是能够达到生命的效果 或者病人能够多延长生命这块能够多长时间 在诊断之前有没有觉得他在生活上有一些改变 最近在他说胀的疼 然后而且半夜睡觉的时候能疼醒 那这疼一共疼了多久了 最早有感觉的时候应该是在五六个月之前吧 当时呢也没太在意 就是说为了不太不太舒服 就像普通的胃不太舒服一样 觉得什么吃东西不太合适了 这样然后简单吃了点药 就就就就收拾了这种情况 那您哥哥是做什么职业的 他是就是普通的工人 普通工人 他平时爱喝酒吗 基本上不喝酒 而且从来不喝大酒 刘医生这个尹先生到你们医院住多长时间医院了 半个月左右 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发现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呀 主要的问题 这个病人发现的胃部的种子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发现以后呢 入院检查的结果不乐观 有肝转移有肺转移 包括腹腔的淋巴结和缩骨上淋巴结 属于一个偏晚类型的一个病例 主要想了解一下诊断的问题 一些治疗方向的问题 治疗策略的问题 好 各位教授可以针对刚才病人和医生的主要的诉求 进行进一步的了解 可以开始问诊了 我想问问主管医生 你最近在你那住了半个月 你观察到他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他自己感觉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主要的还是疼痛 就是主要是疼痛 疼痛在什么部位 上乎痛 前扯到背部痛 进食怎么样 进食还可以 现在是进流食半流食 但是进食后有不舒服的感觉 他现在的一些初步的一些检查 你发现你的倾向是什么 从现在的临床资料检查 我倾向于可能是一个胃的恶性肿瘤 因为前提有个条件 这个病人取病理的时候 先后做过两次胃镜 第一次是在当地医院做的 当时取了一些组织 没有看到肿瘤细胞 后来在我院又做了一次胃镜 在枪净室 当时看到这个病灶 有个脚身的溃疹 枪净室的医生 可能担心 穿孔 没有再取病理 所以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就请教几位专家 你哥哥在这半个月以前 他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明显的反应 那个时候有没有消瘦 就像你不是说 最近半个月体重下降了 在那以前呢 在这之前吧 肯定消瘦有一点 但是家人都没注意 自己也没太在意 后来感觉到身上没劲 而且就说疼得比较厉害了 这样然后才注意到医院去检查 在此之前有个成本的感觉 但是有很简单就过去了 也就是大家没太在意这个事情 家里面人有没有类似的 这种消化系统呢 比如胃病啊 或者是其他的肿瘤石 没有 家里人没有 没有之前这种 以前有没有这个慢性胃病的病史 做过没做过检查 包括胃镜 出了这次诊断以后 以前做胃镜检查吗 没做过胃镜检查 因为在这之前对 他没弄过胃病 就是胃这块没不舒服 就是胃痛这些时间 他吃过没吃过 就是治关于这个胃炎 和胃溃养这方面的药物 自己吃过吗 吃过两次 每次也就吃那么一两天 感觉舒服 这种舒服一点了 就不吃了 还有医生 他的这个腐痛的这个情况 你们的初步的考虑是 怎么样一个原因呢 这个普通的 我们初步考虑 还是肿瘤引起的腹腔淋巴结 压迫腹腔神经引起的 这个病灶呢 是一个溃痒 浓气型的一个病灶 这个溃痒是 原因几些近视后不舒服的感觉 我们也在考虑之中 那针对疼痛我们做了什么 针对疼痛呢 因为没有病理依据 诊断还不明确 我们仅是用了益酸的 薄护为粘膜的一些治疗 缓解症状的治疗 现在病人症状还可以 晚上能睡好觉吗 睡觉 睡觉挺好 应该可以 对对 其中最近有没有会症 住院时间挺短 我们看不出明显的情况 但是病人身体状况 一般状况都非常好 本人也不知道是得了这个病 患者他的血减 血液减他指标 比如说血红蛋白 走入标记物 南北方言 血液剂就做了没有 都做过 这些指标有异常吗 没有异常 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血红蛋白也是正常吗 也在正常范围之内 也在正常范围之内 CIP抗原 C1G也正常吗 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还有您刚才说那个病史的时候 说患者的肝肺 缩骨上淋巴结又转移 我看病例记录上的 查体缩骨上淋巴结 是可以闷急的 可以触摸得到 那肝和肺的转移 您是通过 影像 通过影像学获得了 患者有没有消化到出血的病史 比如说欧血 黑便 欧血这个过程 听到病人没有描述 但是黑便是在住院前的半个月 说有一次黑便 但是也没有确切的医据 这个黑便的问题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呢 因为这个跟他 疾病在胃里面 有没有溃疡 有没有出血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有很多病人 第一次就诊 就是因为黑便来 也就是提到哥哥 在半个月之内 销售了十多斤 这个销售又能够提供一些 什么样的依据和信息呢 主要是看他的疾病的状态 看看他销售的这个原因 你比如说他饮食状况怎么样 还是因为他根本就吃不好 也睡不好 焦虑状态 痛苦状态 这个时候体重会下降 还有应该就肿瘤的负荷量 也会影响到他的体重 我们就必须得详细地了解 他的病史 以及现在的这个状况 这样对他以后 一个是疾病的诊断 第二个是跟他后续的治疗 密切相关 我们从系统当中 调出尹先生的检查报告 和各位教授提供进一步的了解 给的这一张图片呢 是个微镜下的一个静影 它描述在胃角 能够看到它是一个 亏扬性的病变 大家都能看到 这有一个小洞洞 这个小洞洞很深 你看不到底 说明它是一个很深的亏扬 但是在亏扬周边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 巨大的隆起性的一个病变 也就是说这种隆起性的病变当中 中间有一个深大的一个溃疡 而且这个溃疡的周边 大家看它是不规则的 它不是一个很规整的 它是一个多边形的 而且周边有明显的这种 表面的污秽的 附着的东西 像这种呢 我们一般就考虑为恶性溃疡 那咱们看看还有没有 其他的检查报告 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 这方面可能就有请我们那个影像专家 张教授 好来 张教授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是尹先生 腹部B超的结果 能够看出有什么问题吗 超声它提示腹部的一个包块 然后考虑 我们看到这个影像在这里 我们看下一个 好 胸片 在胸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 这有结结 这有结结 这双肺呢 很显然是有多发的软主这种块 我们考虑它是转移 结结是什么颜色呢 怎么看出来的 偏白一点的这样的 我们看到 下面我们要看一下它的CT 肝里头有多发的低密度灶 这个瘤子呢 在不同状态的血供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考虑肝转移的针断是成立的 肝里的不是一个 而且是多发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的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胃这个位置 看到一个肿瘤 我们要看下一张 这个瘤子呢 大家看在这么一大块 在这 腹腔里头有多发的肿大淋巴结 这些也都能看到 有淋巴结说明什么问题 淋巴结呢 表明肿瘤的一个生物学行为 它可能跟我们肝转移 具有相同的 走的不同的转移方式 比如说血供呢 走到肝里头 淋巴转移呢 走到淋巴的途径 我们现在看到淋巴结总大 考虑还是淋巴结转移的 在这幅图像里头 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大家看哈 这个 看到的这一圈的胃壁呢 这是胃腔 正常的胃 这胃里头是水 然后呢 这个瘤子长得很大 长到胃外去了 这个有个瘤口 这个瘤口呢 就是刚才沈教授说到的 那个瘤子的那个大胃腰 这个大胃腰会对 您说的非常对 跟胃腔是相通的 那 由于这个病灶有一个 很显著特点 这个瘤子表面啊 复着一层粘膜 看到这条细细的线了 嗯 因为这瘤子呢 向外长 它突出胃表面的这个地方呢 上着浮的 是正常粘膜 所以你就 取不到这个瘤子 那能 连续到我们的判断吗 呃 判断呢 现在呢 恶性肿瘤的诊断是成立的 后面呢 我们几位会要讨论一下 关于它的性质的问题 再来把时间留给教授们 进入到专家的会诊时间 像这种外层型的 你感觉到胃癌吗 我们平常见到特别晚期 刚才我们反复也问了 就有没有黑便的问题 就这种外层型的 就出血的风险 从影响学上看 能有多大这个 呃 从整体看 这个瘤子呢 姜膜面相对还来讲呢 跟肿块来讲呢 它还是比较完整的 相对光滑一点 虽然有一点外层 出血呢 呃 溃疡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病人如果 不进行干预的 他会持续出血 所以病人的状态呢 体重下降啊 我猜可能跟这个都会有关 我觉得这个病人 含一个胃癌很典型的 就是什么 就是胃癌消瘦 所以我们经常见到胃癌 有时候消瘦比较明显的 从丁房症状上 再说 再一个就是胃癌 就是说 即使有些没有肝肺 转移的病人 有些所物上转移 它很符合我们 就是看到胃癌 近胆肌胃癌 所作物上有种大笔麻结 也是跟胃癌这个松绿行为 是比较相符合的 起源于胃 是肯定的 呃 初步的感觉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 具有年末下生长 特点外生型生长的 这么一个种物 胃外成分非常大 活颈应该是很难取到 这个病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窗口 我觉得 对他来说 缩骨上的 总大笔麻结 是相对来说 去病结 很容易的一个途径 可以做一个细针穿刺 病理定了 那么这个病就定了 我觉得活颈有两个部位可以做 一个是左锁骨上的淋巴结 你就两到三公分的应该可以直接切去 没必要去做这个穿刺 对 第二个呢 就是肝 肝脏它也是可以穿 对细针穿刺 这两个部位相对来讲 从目前都比较容易获得 我倒不主张它用内静下去穿 内静下一个呢 它的溃痒面比较大 第二非常深 一个是坏死 你取不到 或者是你取了以后又倒 又发大出血 因为我们想 希望能听到一个好的方法 说突然对人家说 有一个好的方法 说没问题 要能有这种结果 当然瞎是非常兴奋 给尹先生提出汇诊结论的专家是 沈灵教授 沈教授可以给出汇诊结论 通过我们几位考论 大家还是比较同意当地主要的诊断 就是目前考虑是一个晚期胃癌 由肝转移肺转移 腹腔淋巴结 以及左锁骨上淋巴结转移 但是呢 因为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没有搞清楚 因为我们就是从胃的局部的那个病变来看 还像另外一种肿瘤 叫胃肠肩脂瘤 但胃肩脂瘤跟胃癌的治疗和预后 就是最后的最终的转归完全不同 所以这里面目前的要想搞清楚 首先要拿到病理 拿到病理呢 我们不需要去取原来的胃镜 再到胃镜下做一遍 比较受罪了 我们就从这儿 它这个有肿大的淋巴结取下来 或者是拿一个细针 再肝脏穿一点组织出来 在显微镜下一看 就搞得很清楚 拿到病理我们就可以确诊了 如果是胃癌的话 它的预后就比较差 什么叫预后比较差 就是治愈是不可能的 而且它手术的机会也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说我们将来做手术的话 只是因为它局部的出血 穿孔 因为它这个溃疡很深 你这个溃疡愈合不了 就是影响到它的生活的状态 生活的质量 也就是说 我们的治疗又要关注它的生存 还要关注它的生活质量 就是活得没有痛苦 要跟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不管活多长时间 对不对 所以后续的治疗呢 就是应该是以药物治疗为主的综合质量 有手术机会 我们要尽量抓住那个手术机会来切除 如果是非常肩脂瘤 非常肩脂瘤 我们就会考虑到给它做局部的处理 因为它随时有可能打出血 这种出血量是非常大的 然后再做叫靶向治疗 就由于一种药物口服回家就可以 这样的话 那要简单 治疗的结果会非常好 像你说的活几年一般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这个就是很关键的 必须先去比喻 入院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它吃饭就已经不太好了 就是说小鱼硬一点东西不敢吃 可能吃进去后它胃不舒服 对 因为它有点大的溃疡在那 它吃的东西而且又跟胃腔通道 它那些食物都可以进去 而且胃酸也可以进去 所以说它全部统统非常明硬 你看它那个吃要吃馒头的话 面食它必须泼水就泼软了吃 米饭就不敢吃 只能说喝一点粥 就那种流食 稍微软一点 所以这个营养这方面还得要加强 营养方面它如果不能吃劲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容易软的食物 第二呢 加强一点口服的营养液 这样它流食的东西 能让它在短时间内把体重恢复一些 以后续的治疗做好准备 病人禁食受的影响 能不能通过静脉数学的 胃肠外营养给予疫情的治疾 一般是这样 因为像这个病人 他的胃肠功能实际上是 除了胃的功能受一点影响 因为他的消化吸收功能 是不受什么影响的 我们在补充营养的时候 一定是尽量的采用肠的营养 肠的营养跟 就是说跟我们正常的生理的路径 是一样的 如果说他吃的不够 而且也没法来进行 通过胃肠来摄取 我们再用肠外营养来补充 但这个病人显然 我觉得肠外营养就可以了 问一下 如果是效果好的话 从他延长生命这块 当然是可以 还是很有帮助 如果你不治 他这种状况是非常差的 他生活质量没有 他每天痛苦 所以止痛的这一方面 还得要在严密的观察下 给予适当的止痛质量 问一下 你说在这之前 他自己的饮食这块 没有什么不良的这种习惯 你想不喝大酒 不喝大酒 然后吸盐也很少 讲上之前也没弄过 什么胃方面的毛病 怎么会突然 你说就检查出这种胃癌呢 是这样 这是胃癌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早中期 都没有任何的症状 如果说他没有明显的 大的溃疡的话 可能他到现在 你发现他可能就是瘦 除此以外 他可能疼痛都没有 那你就发现得更晚了 所以这就是晚期肿瘤 那饮食有什么关系吗 饮食呢 一般来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你比如说像饮酒比较多的人 抽烟比较多的人 还有有家族史的人 他这个发生胃癌的几率就会高 但并不是说我有这些病史 我就一定会得 但是他会增加你的患病的几率 所以说对于我们有高危因素 比如说你经常饮酒抽烟 有这个鸡一顿饱一顿生活不规律的 有家族史的病人 应该定期的去做胃疾检查 如果说他哥哥是得到胃癌 像他几个兄弟姐妹 甚至他的子女 一般在40岁 就是你哥哥是59岁 一般要提前15年那个年龄 都要定期的去看一看 背景非常直观的 可以发现几个毫米的这种叫早期 每年如果做一次提前 也不需要每年 两到三年就可以 还要调整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平时吃木鹅 吃辣的可能要多一些 辣椒没有正式跟胃癌有关系 所以说你尽可以吃 有时候因为吃辣椒 可能自己的胃不太舒服 但是自己到目前为止 也没做过彻底这种胃经检查 也没感觉什么不舒服 我觉得还是应该做一做检查 对你有好处 但是他并不是说 从此我就很危险 我就每天也吃不好 但不是这样 你就体检就行 因为我们要早期发现 他完全可以治愈 说咱们北京 在各方面的专家 一起到一起会诊 这个病人 确实对我们病人是一个机会 说是不用到那儿到北京去 问题 非常满意 觉得有很大的收获 因为成果专家的会诊 给我们指明了一个诊断的策略问题 去淋巴结 不要去做胃经了 胃经困扬很深 又怕出血 又怕穿口 你可以去为以外的那些转移病灶 做一个病人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供诊断的方法 他们正经历着病痛的折磨 帮不上什么 就想给父亲减少一点痛苦 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名医 通往健康的路上 我们携手同行 健康之路走基层特别节目 敬请关注